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1号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的早晨的9点38分啊 看看这我们家早晨起来熬好的八宝粥啊 八宝粥啊 还略微的略微的有点烫啊 现在呢 在喝粥之前跟大家聊会儿啊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如果我没记错 今天礼拜四是吧 然后这个 挺有意思啊 六一儿童节 对 我想想六一儿童节 谁是六一儿童节的生日呢 我的老会计 我的老会计给我干了13年 给我忙活了13年 他的孩子 他有俩孩子 头大的是个姑娘 这个小的是个儿子 他那大的姑娘啊 比我小点吧 反正现在也也差不多五十来岁了啊 具体我也不知道啊 没没见过 我就见过他儿子一回 见过他老公 他闺女特别忙 我没见过 然后这个他闺女是六一儿童节的生日啊 然后这个 因为我记得我这老会计跟我说过啊 然后 他闺女是美国最大的杀毒软件公司 这个大中华区的这个总裁助理啊 还是事业有成的这么一位女士吧 这个 哎呀 说到这儿哈 这个我还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六一儿童节的了 我忘了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哥们 他妹妹的孩子是八一建军节的 八一的 正好那个 他那个妹夫是总参三部的 是吧 军人嘛 所以他那女儿啊 就生下来 正好八一那天生的啊 这也挺巧的 哎呀 我在这个京华时报有一个公益栏目 叫京华传情 我给三百多人写过 比如说祝贺的 感谢的 怀念的 甚至反思的 甚至道歉的文章啊 啊 那是公益的 不要钱 然后那个栏目几乎被我承包了一半吧 哈哈 别人也写 我写的最多 我给三百多人 而且持续了好几年 有的人比如说今年过生日 明年过生日 我都给写 啊 后来那个京华时报倒闭了啊 三百多人 本来我有资料是五百人的资料 结果没等我刊登完 后来那个 那个那个报纸倒闭了 现在那个纸质的这个传媒 在中国也都不行了 好多电视台报纸 这些杂志都纷纷倒闭啊 可能京华时报啊 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北京晨报吧 叫什么 反正啊 都都倒闭了啊 他们都过去刊登过关于我的 比如说业主维权的一些东西啊 报道过我的维权的事迹 啊 我给这些朋友三百多人 比如说这个谁过生日了 谁的结婚纪念日了 谁的孩子过满月了 我都有啊 这个亲戚朋友 包括客户啊 包括同学啊 哎呀 六一儿童节了 六一儿童节 好快呀 这个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呀 小的时候 是吧 就是我妈啊 最早是我奶奶看着我们啊 邻居的几个孩子 也是我奶奶给看 不是老看 反正看过 都是免费的 都是义务的啊 我们的这个 我们家是对邻居 给邻居帮过很多忙啊 好几家 不止一家至少 都给他们帮忙啊 然后 帮他们看孩子 给他们钱 给他们吃的 喝的 烧的 像柴火呀 煤球啊 给他们拿一些吃的 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啊 不过有些邻居都过了好几代人了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这是天生的吧 能力啊 或者怎么样啊 完了之后 我没上过幼儿园 所以我上小学 头一天去报到 看见我们那个音乐教室 有那种椅子 那种椅子的 左手吧 左胳膊肘 还有一个木头的东西 一个板子之类的 好像把那个 歌片啊 或者是什么谱子 反正放在那 我就特别的奇怪啊 我觉得觉得新奇 然后我就跟那 也谈不上上蹿下跳 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是觉得特新鲜 老想摸呀 老想那什么的啊 然后 后来过了很多年吧 前几年前 七八年前吧 然后我们同学聚会啊 然后那个 那个总政大院了啊 我们班那个三分之二 都是总政大院的孩子 总政治部 黄色家属大院的 啊 有一个军医啊 军医的儿子 就我的同学说 哎呀 说那个 我爸爸唯一的啊 唯一的就是那个 对院外的孩子 就是总政大院以外的孩子 有印象的就是你 说就是那个小学入学的那天 说看见你跟那特别活跃 说就觉得你特别聪明啊 但是实际上人家大院的孩子 大院的孩子也不是所有的 就是大部分大院的孩子 都是上过一个总政的幼儿园啊 人那个幼儿园据说是特别的根正苗红 据说是从延安啊 过来的 那一说延安 是吧 毛泽东啊 是吧 这个宝塔山 延河畔 哎呀 是吧 共产党的这个红色 这叫一个红啊 对吧 所以比不了人家 我们就是说的难听点 就是缺少规矩吧 所谓的规矩 当然可能管的就失去了人性 失去了儿童的天性 但是按照中国的这种逻辑 中国的语境啊 中国的这个幼儿园 小学中学大学需要的 可能更需要的 不是你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天性 儿童的那种 那种那种秉性属性天性 而是让你听话 是吧 所以按那个标准 可能他们更符合老师眼里的好孩子啊 当然 我一上学小学第二年级 就会班主任老师打一顿 是吧 因为有同学诬告 说我跟别人打架了 事实上不是 是我被人欺负了 是被一个蹲班生 比我至少高一头 不是很胖 那个年代没有几个胖子 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七十年代末吧 胖的人很少 都是那种 又瘦又高 啊 那个年代大家营养 没有没有几个胖子 又瘦又高 蹲班生 蹲班的流急的 啊 我们学校操场上有一个石头的那种碾子 就是压操场的 把操场压平的 我想蹲上去玩 他也想上去 结果我们俩发生一点小争执 他把我打一顿 结果被我们班一个总政大院的一个孩子 还把我举报了 说我跟别人打架了 他可能也没看到全部的过程 所以 但是老师上课就把我劈头盖脸 也不问我 也不问我啊 就是他的偏听偏信 然后把我说一顿骂一顿 我很搓火 然后我就站起来了 上着课呢 站起来照着那个同学 走到那个同学的那个座位上 照着那同学肚子踢了一脚 这老师就急了 就把老师就急了 把我拽到前面一通全打脚踢 后来过了很多年 就我说就是七八年前 我们那次同学聚会 这同学聚会都是我给组织起来的 都是我给大家要串联在一块 包括小学的初中的 因为我也没上过高中 喝口茶 后来 后来那个班主任老师 那个我们那天聚会 在那个东城区和平里 那个航天部三十五所 航天部三十五所 是我的客户 在那院里 那个家属区 生活区 有一个叫 君顺阁 老北京家常菜 在那聚会 我们把班主任老师也请来了 老太太了 那老太太比我们大了 整整两顿吧 比我们大24岁 就是跟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属性 是一样的 大了24岁 就老太太了 我们也都中年人了 往来来了之后 他说 自从把你小子给揍了一顿 这个五年半的时间 五年半的时间 就是 就是这个班 这个班 那个因为他 我们是 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那个第一批 恢复的六年制 恢复的六年制 那会分什么 小五班 大五班 我们就是小五班 让我们上六年 然后他一直 他一直把我们带到那个毕业 他也是 原来他在宣武区吧 天宁寺小学 但是他住在这个六部坎 就青年户公园南门 那个野金部那大院里 他住在这边 他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 然后他第二个孩子也是个女儿 但是第二个孩子 那会正怀孕的时候 然后他怀孕了 那会北京的交通 只能坐公交车 那个挤的程度啊 能给你挤的窒息啊 就是政府的这 在公共服务 公共资源 公共交通方面的投入啊 各方面的基础 是很落后的啊 然后他那会就要那么挤 都可能把他挤流产 当然那会我们小孩不懂 后来他就是说 能不能调回东城来 说要调回来 就要这孩子 要调不回来 就把这孩子做了 后来调回来了 就我们这小学 然后他是接的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班就是我们 一直给我们带到六年级毕业 所以他是第一个班 又五年半的时间 所以对我们这个班 他感情也特别的深 他说把我们调回来之后 不是把我打了之后 把我给揍一顿之后 然后说我们这个班五年半 都老老实实的啊 这个顺顺溜溜的 然后胡胡帖帖的啊 胡胡帖帖的 没人敢再敢闹啊 我就成为那个 那叫什么替罪羔羊 或者杀鸡害猴 那个鸡啊 杀鸡害猴那个鸡啊 成为那个靶子啊 当时我是不了解这些啊 不懂啊 这个我们就老师两个女儿 大女儿是东城区一个美术馆 美术馆那边一个医院的 一个一个护士吧啊 所以后来这老师有一次犯了 这个半身不随 赶紧去医院找自己的女儿 然后经过治疗啊 然后倒霉到抢救的程度 这我不清楚 反正据他本人说 哎后来完全就痊愈了 如果没有自己的女儿 他给你耽误着 哎去了又这检查吧 那检查吧 啊 他一个是收你的钱 黑你的钱 一个是给你耽误治疗 啊 我们一个老街坊 就我们安定门外青年湖的 他的亲姐姐就是和平的医院的 他也是类似半身不随 然后找着他姐姐 找他姐姐之后就看病 看得及时 他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但同样我们安定门外青年湖 另外一位老街坊 啊 姓张 张姐的 他就开出租的 可能是累的 开出租吗 低歌 他也同样的病 就留下后遗症了 后来我还是挺同情他的 我不是卖粮食吗 啊 我还扛了一袋大米 给他们家送去了 他们家真穷啊 然后那个 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我就扛了一袋大米 那 拿没拿一桶油啊 我就忘了 反正我觉得老街坊 虽然他跟我也不是说 关系很密切 他比我大 大个十来岁 他应该跟我哥什么的 基本上算一辈的 然后 我敲他们家门 敲他们家门 他们家也没人答应 后来我一推 楼房啊 就是楼房 一推 门开了 他们家也不锁门 他有一个媳妇 有点傻了吧唧的 就是 好像有点缺心眼 娶着那么一个媳妇 有个儿子啊 那儿子反正也比较憨厚那种的 他们家人都比较老实 哎 没人 后来我就进去了 把那袋米 可能还有一桶油 就给放在那了啊 也我也没跟他说过这事 大概这事也至少有15年之前了 因为20 不止15年 至少17年了 也许更早 也许20年了 因为 2006年 2006年的8月20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2006年的8月20号 我就离开了东城区 安定门外青年湖啊 然后我就再也没回到那个啊 我从那儿出生的 从那儿长大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不断的搬家啊 望京朝阳区望京 然后这个昌平区的回龙观 顺义区的马坡啊 顺义县城 河北省的这个三河市的燕郊 然后来到西班牙 来到西班牙 我又搬了四回家啊 然后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啊 对 这个我们的班主任 他两个女儿 小女儿 后来就去了美国了 现在啊 你凡是在北京 我原来经常去的 就是柳音公园 柳音湖啊 柳音湖啊 柳音公园 他在东城区的最北边 往北就是朝阳区的外管斜街 基本上是东城和朝阳的交界 那个小 那个那个公园里 原来我们管他叫窑坑啊 窑坑 我在那公园里 原来我经常 呃 送完货 送完货啊 尤其是06年到12年 这一段 送完货 我把车停在外边的停车场 到旁边的道乡村 有时候买个松人小堵啊 买块烙饼啊 啊 带瓶矿泉水啊 就到里边去吃 湖北岸有个凉亭啊 那有一批什么铁刀部的退休干部啊 中央电视台的呀 什么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的呀 就在那个国家领导人休养的 那个玉泉山的南边啊 我还去过那院里啊 然后还有什么军队的总政大院的呀 还有旁边的总参北京卫星研究所 总参三部的北京卫星研究所 就是搞情报的 搞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卫星啊 军事侦查卫星就搞这东西 现在叫战略支援部队 就那的比如说这个退休的老头 没有老太太 基本上都是男的为主 跟他们聊天 这一聊天 他们的子女 百分之八十吧 不敢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 都在海外啊 美国的 加拿大的 英国的 爱尔兰的 德国的 澳大利亚的 西西兰的 日本的 全在海外 全在海外啊 好吧 我们这班主任老师 后来还有一次把我啊 上小学 本来我是班干部 小组长啊 没当过中队长 班长 什么大队委 当过小组长 后来因为我这个 桀骜不逊啊 脑后有味言反骨 把我这小组长还给撤了 嘿 啊 本来是同学选 已经都通过了 就是第二年再选的时候 我等于是连任了 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 姓黄啊 不说她的全名了 姓黄 还过来搂着我 照我脸上 亲了一口啊 祝贺你又连任了 就是我组里的 呃 那个女同学可能是广东人 她是那个工人日报社的 工人日报社的姓黄的啊 还有姓徐的 姓靴的 姓孙的 姓马的 原来她们五个人 后来这个女同学很早 小学没毕业 可能就二三年级的时候 就全家移民香港了 全家移民香港了啊 我还记得那会儿她爸 可能也是广东人 穿着花里胡哨的 就那种 那个年代很少见很少见的花衬衫啊 花格的吧 还是花什么的 反正花里胡哨的 然后可能还戴着蛤蟆镜 反正那个年代蛤蟆镜 现在都没人听过这词了吗 特别的稀少 特别的时髦 特别的摩登 他爸 有时候到学校门口来接他啊 后来这同学去香港了啊 大概可能不早 不晚于1980年 那至少有40多年了 再也没见过这个同学 不知道那个同学 是吧 是否还在香港啊 也许到了加拿大 到了美国 到了什么其他国家 咱也不知道了啊 反正挺有意思 小学的时候啊 这一晃这么多年了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其实也挺喜欢我的 因为我挺有才的啊 我1976年的时候 我1976年 我就会画画 我就会剪纸 我是左撇子 我剪纸 剪坦克 剪飞机 剪大炮 剪德国兵 啊 剪这个日本兵 啊 然后这个这个 啊 剪各种各样的人物 是吧 我画的工笔画 当然那是后来上初中了 我那工笔画 两幅画得过奖 一幅画是这个 李自成的大顺军 农民军 还有这个 吴三贵的明朝的 这个总兵官的政府军 还有这个清朝 多尔滚的清军 这个三支大军 在山海关会战 在山海关啊 可能是九门口会战 啊 混战 然后这个几百个人物 还有一幅画 那画都很大的一张纸 很大的一张白纸 另外画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东线战场 苏德战场 啊 这个德军和苏军 啊 然后这个天上有轰炸机 这个司徒卡式的俯冲轰炸机 往下扔炸弹啊 这都能画出来 然后地面上 这个什么红石月的工厂 拖拉机工厂 然后这个炸成一片瓦砾 然后德军苏军 在那竹屋啊 一个屋一个屋的啊 这个一一堵墙一堵墙的啊 这个展开争夺 一个车间 一个车间的啊 这边有那个冲锋枪啊 MP40是吧 这边是波波沙 对吧 这个话 然后这都得过奖的啊 我上初中以后 还是我们学校的广播站的播音员啊 然后 嗯 还是什么这个篝火晚会的篝火晚会的主持人 什么班会的主持人啊 反正是那学校还演过话剧 话剧在那个辅学胡同吧 就那个辅学小学 文天祥词 辅学胡同的西口 那个那个东北角 然后有一个 呃 有一个那个东城区教育局的院子 在那儿不同的学校 在那儿演话剧 我还演了一个男主角 当然我们那个话剧比较短 大概可能就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吧 我演什么渔夫 是吧 这个老渔夫和小金鱼的故事 我演那个老渔夫 我还记得啊 脸上还画上油彩 给化化妆 好像还戴个破草帽 还是怎么回事 我那就忘了 时间不长了 反正脸上化妆 我还记得油彩 涂抹的油彩啊 嗯 小的时候啊 我得过 我我得一个五分啊 那会有时候考试是五分制 那可能期中期末考试百分制啊 我得过五分或者是分数比较高啊 比如说一百分 也许我得个九十几分 怎么怎么样啊 我不记得有没有一百分 就都忘了 时间太长了 那我妈就给我五分钱 五分钱 然后我就放在一个中药 大家知道中药那种蜜辣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封起来的那种椭圆的 大概有个二十厘米左右高 或者十五厘米左右高 然后那种椭圆形的药盒里 在药盒的底上 然后那个 这个捅出来一个一个口 那个口就是长长形的 那那那种细长的 就是把那五分钱能塞进去的口 然后每次我妈给我五分钱 我就巴拉 是吧 里边有金属的撞击啊 就扔进去五分钱啊 然后最后比如说 也许到期末了或者怎么样了啊 反正打开啊 打开之后的钱啊 有的小朋友可能爹妈给五分钱 买根奶油的冰罐 奶油的 红果的 小豆的 五分钱 三分钱 我都不舍得 我去买书 啊 所以从上小学开始啊 就外交部街 东城区 东单路口 北边 马路东 啊 外交部街 过去那个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 外交部街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我去买世界知识半月刊 实际上它是每十天出一刊 啊 那文革以后恢复了出版 文化大革命就是民族浩劫呀 啊 他不但杀了好多人 打死了好多人 整死了好多人 而且他还 这个新闻出版文化都受到了摧残啊 哎 我去买书啊 买书 到那 到那有一个阿姨姓郑 郑阿姨 我每次去一大堆的钢被 从那兜里边掏出来 哎呀 孩子啊 你那 大概那意思啊 你不容易啊 什么的 小孩 那么又那么爱看书 少给点吧 少给点吧 每次都这样说 我说阿姨不行 我说少一分钱也不行 是吧 反正我这个人就比较硬气吧 从小不爱占人便宜 我说该多少是多少啊 那阿姨 我还记得有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有点小而麻痹 好像他们就住在那个世界知识出版社门口 那个叫读者服务部 那个服务部的二楼上 反正那房间也不大 那阿姨 反正从来没见过他老公 也许他有老公 应该有老公 他有个 那个小儿麻痹嘛 就有点说难听点 叫瘸子 他那儿子 啊 后来 过了好多好多年 应该是05年 2005年 那要是197几年的2005年 也差不多快30年 啊 20多年之后 然后我还问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人 因为后来我在那不写过两篇 那个小东西吗 啊 那两篇小豆腐块 后来他们说那个阿姨的儿子 说郑阿姨的儿子给安排到 当然这也算走后门吧 但是也算照顾 安排到他们出版社的资料室吧 资料室在那上班去了 那孩子啊 那会就特别喜欢买书 从小喜欢啊 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世界知识杂志啊 什么兵器知识 后来有什么坦克与装甲车辆 什么这个舰船知识 啊 什么这个这个武林 关于武术的啊 什么十月 什么中篇小说选刊 还有这个公安题材的 这个这个公安部的那个群众出版社的啊 叫什么呢 啄木鸟啊 还有纵横就是全国政协文史出版社的纵横都讲那些什么清朝啊民国呀 一老一少啊 所谓的起义将领啊 这些东西啊 还有什么航空知识 还有上海出的一个杂志特别好 叫世界之窗 世界之窗啊 这真是对于我来说打开世界的一扇窗 比如说全世界 比如说全世界啊 各国我记得他介绍 什么巴西的事啊 什么南美洲啊 非洲啊 尤其是美国 什么加拿大 澳大利亚 欧洲 日本 那些先进的东西 世界之窗 还有甘肃兰州的一个杂志 叫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 后来据说跟美国的读者文摘名重了 好像涉及这个 这个这个知识产权 后来改名叫读者 那个杂志我也看了好多好多年 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 包括我买的那些书 我可能从七八岁就开始买书啊 现在想起来我还丢了几本好的书 那会在王府井南口 王府井新华书店 北京最大的新华书店 一个就是东城的 就像我就是东城人啊 东城的王府井 还有西城的西单 两个大的这个图 这个这个新华书店 后来西单那个叫图书大厦了 王府井那个后来也扩建了 有一本英国出版的吧 叫钱博斯 钱博斯世界历史地图集 那会我肯定不到十岁 也就七八岁 啊 跟着我堂哥 我堂哥他们家就是那个 我堂叔 就是那个昌平 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三号院 国防大学外训系 外事训练系 后来叫国防大学防务学院 大概在 啊 1982 1982年 至1983年 啊 连着两年 我到他们家去度假啊 啊 所以我在这个军营里边 也短暂的度过两次暑假 可能家一块有一个多月 可能那样子啊 啊 还有一本书也丢了 很可惜 哎呀 什么书来了 嗯 叫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是一位老先生 现在可能八十多岁了 叫朱学渊 朱学渊好像是广西桂林人 他在江苏南京 当过中学物理老师 后来他到了美国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跟这个蒙古国啊 蒙古国住纽约总领事馆的 一位的一位叫纳兰呼的人啊 叫乌兰呼吧 乌兰呼 或者纳兰呼 纳兰 纳兰 就是蒙古语的太阳 呼 昏 就是人啊 就像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领导人 叫乌兰呼一样 五兰呼 就是红色的人啊 是吧 然后他就是出的那本书 现在我有他第二版 但是这第二版 我认为远远不如第一版 他内容变动的太大了 那个第二版啊 我现在有第一版丢了 找不到了 不知道借给谁了啊 但是我的两千多本书 我都飘洋过海啊 花了两万多人民币 从中国 我不知道哪个港口 是天津 是上海 还是深圳 还是哪儿啊 还是青岛 反正从那儿坐船 花两万多 然后送到了这个 这个运到了荷兰吧 荷兰哪个港口啊 是阿姆斯特丹呀 还是路特丹呀 一般来说应该是路特丹 然后又用这个中型面包车 两个这个五六十岁的 应该是荷兰人 两个壮汉 两个白人壮汉 胡子拉叉 给送到我们家 然后一箱一箱的 给我搬到了我们家楼上啊 这个这个 他反正是不是光我们家一间的货 可能还有别人家的 装的满满当当的啊 满满灯灯的满满灯灯的啊 鼓鼓当当的 装了一大车啊 其中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东西 哎呀 真好 我的书都来了啊 我的书都来了 好吧 跟大家聊聊童年啊 聊聊童年 啊 我们都年轻过 我们都年轻过 每一个人都年轻过啊 我们这班主任老师对我也不错 对我也不错 后来那个过了有大概 两千年左右吧 啊 我们一个小学同学 我们一个小学同学 他是小学的时候没等毕业 大概可能三年级左右 就从东城区转学到了西城区 应该是百万庄建设部大院 他爸爸可能住建设部大院 建设部原来都是我客户啊 建设部啊 国家建材局 国家测绘局 中建总公司 建设部机关幼儿园 建设部的定额研究所 然后中国那个建设部下属的那个设计院 建筑设计院 这一大堆的那个那个那那里边全是我客户啊 啊 后来那个我们的同学 他爸爸住在那 他爸是北京市委的 或者叫市政府办公厅的吧 市府或者市委办公厅的 然后也是我们河北老乡 那个那个他爸爸是定州人 就是宝定那边定州的 然后那个他姥姥这边是仁秋的 他姥姥跟我们家还是一个村的啊 我姥姥家啊 姓杨啊 他姥姥姥姥姥 他的舅舅们都姓姥 原来我们住青年湖 他们家住我们北边 那个蒋宅口 十字路口的西边 那个地名叫三道桥 一二三的三 交道口的道 桥梁的桥 三道桥 后来啊 我们还算沾点亲 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亲戚 中国人喜欢套近乎套词 就老乡老乡就论亲戚 实际上也不是 反正多多少少吧 反正沾点边啊 反正那个一说起来 比如说这个我奶奶呀 跟他姥姥啊 就全认识啊 基本都算是我们河北白洋店 就是济中济中平原啊 反正就是啊 也就冒着杆啊 一说就是冒着杆 天下大庙数冒着 反正安定文外这一片 可能我们河北白洋店这边的冒着杆 至少占了总人口的 也许有四分之一 也许有五分之一 反正比例挺高的 另外那个前门外啊 有一帮也是我们老乡 前门外广安门外啊 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啊 反正那会儿吧 离得近 离北京一百多公里 是吧 他很容易就到北京天津 来来来谋生吧 后来开买卖什么的 那又是另一个话题 是吧 然后这个 我们的同学后来到西城 后来混撞了 他是110中学的 就百万庄大街 后来我的那个大客户 赵国买卖20年的那个机械部 机械部信息研究院 也叫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那个食堂 就他们对面 然后 那个那个 他后来上大学是首都师范大学 首师大 首师大的那个那个那个历史系的 他是学历史的嘛 后来他的一个就是110中学的他的班主任 班主任老师 特别喜欢他 后来那班主任老师在西城区 教育局教委系统当官了 后来就老提拔他 所以呢 我们的同学等于是一锦还乡 混得不错 后来来我们小学看老师 看他的原来的班主任老师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也当了我们小学的副校长 当了二把手啊 然后那个郑校长 姓郑的那个校长是一把手 也是我们小学时候的教导主任啊 我们这个班主任老师当了副校长 后来他来一锦还乡 然后我们这个班主任老师 就说我 当然他一说我 当然他是记得 而且我们原来关系也特别好 也沾亲带故吧 又是老乡 一说我 说谁谁谁 就比如说看爷吧 就是说正在 正在做这个这个这个良油生意 良油生意 说你 这个 就是让让我 当然让我主动一点 我们这个班主任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谁谁谁来了 在西藤区那边 当这个 正好是管行政的 管行政就是管后勤 就是管食堂啊 就包括在这里边 他说你赶紧跟他联系 哎 说这样的话 你会你有生意做 哎 我们这老师当然对我非常好啊 我千恩万谢呀 千恩万谢 然后我赶紧 给我们这同学打电话 然后请他吃了个便饭啊 我们也不需要 是吧 大吃大喝 请他吃个便饭 花个百八十的 一聊天 哎 后来这个他管事的 他后来又调 在西藤区他又调 他先后 呃 调过四个中学 这四个中学 呃 都照过我买卖啊 大概我给他服务 我给他服务 现在我有点记不清了 时间太长了 大概前前后后有十年吧 是吧 那我一年比如说挣两万 不多吧 一年挣两万 是吧 一个月等于才挣 一千六或者一千七 对吧 二十年下来 我挣二十万 也行了吧 是吧 所以我也感谢我们这班主任啊 是吧 然后我也没给我们这班主任 花过一分钱 是吧 也不需要 也只是 那个那个 也只是那个那个 聚会的时候 把班主任请来 然后 简单的吃个便饭 聊聊天而已 是吧 所以一般来说 老师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啊 学生吧 他拿自己的学生当孩子看 对吧 我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姓葛 小学同学姓葛啊 不说他名字了 啊 有一次就在我们那个楼道里 小学的时候 课间 休息的时候 就看见我们班主任老师过来了 就脱口而出 管我们那班主任老师 喊了一声妈 是吧 管我们那班主任老师说妈 是吧 嗯 哎呀 说到妈 哎呀 我老妈都 八十九周岁了 我老妈八十九周岁了 身体还挺健康的 这马上就快九十周岁了 哎呀 祝我妈啊 健康长寿 这是真的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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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